陈时中口中没有国家会直接公布疫苗单价 但是阿尔巴尼亚却公开在网站上秀出 52业与辉瑞的采购合约 难不成继美国日本后 阿尔巴尼亚也不是国家了 我就请问陈时中为什么要去羞辱阿尔巴尼亚 说他不是国家呢 为了自己的选举这样去伤害其他的国家 真的妥当吗 打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网站 就有COVID-19疫苗市场仪表版 网站上清楚查得到疫苗单价 就连华盛顿邮报也清楚做出 美国与欧盟的单剂比较价格 让再也怒酸只是敢不敢公布 我整理出来结果就是呢 没有不能公开 随时都可以公开 但不能公开 这个有说等于没说 其实就是不想公开 那这个已经成为陈时中在选举的一个致命上 眼看联合国都公布疫苗价格 再也质疑国产高端疫苗总能先公布吧 没有什么不管公开的 就价格多少就多少 不会说有不公开价格就变得比较便宜 不会这样子 大家还是有合约的关系 对 我就说这个东西不是不能公开 但是你还是有合约相关的关系在 陈时中部长谎话连篇说辞反复 他所送到立法院的相关疫苗合约资料 全部涂黑遮蔽 而且高达三分之二的部分 我想这就是黑箱陈时中的遮求部 陈时中迟迟不敢对外公布 直接盖牌 民进党的公开透明 却成为黑箱到底 记者余嘉豪年轩台湾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啰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